《武神主宰》第5694章 《名神公主》 看到这一道浑身绽放七彩神光的身影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竟有人在不知不觉中 进入到了这一片核心之地 怎么做到的 更让所有人心惊得 是和死灵长河融合的永结涅海 此刻浩瀚而漆黑的永结涅海 冲天起 形成一道接连明界天地的黑色天柱 清晰呈现在众人感知中 这 怎么回事 为什么明月女帝的永结涅海 和死灵长河接触之后 竟然毫无排斥 为什么 所有明界大的看着这一幕 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死灵长河无比浩瀚 但同样及其排外 一般力量敢贸然与其接触 定会遭到其的排斥和针对 可眼前这永结涅海 竟然毫无违和地 便与之戎合在一起 如长河入海 万道归流 那种场面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还有那突然出现的女子 又是什么人 看她的样子 竟能掌控永结涅海 这一切的一切 完全超出了在场 诸多明界大帝们的理解和认知 沉 七彩霞光中 丝丝丝低头看着秦晨 眼眸中绽放出来 动人激动的光芒 轰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这个如同神女一般出现的女子 竟是一瞬间 猛地曝露到了秦晨怀中 脸庞宠溺地贴着秦晨的胸膛 小鸟依人 充满爱意 丝丝 秦晨抱着丝丝 抚摸着丝丝飞舞的发丝 心中充斥着幸福和满足 哄 两人身上大道气息激荡 彼此交融 进阶冲击大地境界 滚滚的阳间气息 在进入秦晨体内的同时 也在壮大丝丝的力量 辖光万丈 不远处 宁目瑶瞪大眼睛 眼眸中有一丝不经意的黯然 这是秦公子的女人 看着眼前 那绽放七彩神光 身姿绝美的女子 宁目瑶不知为何 心中莫名地涌现一丝 酸楚 抵挡思思难过 这 到底怎么回事 冥藏大地怒吼 她是彻底惊怒了 在永结涅海 融入死灵长河的瞬间 她隐隐感觉到 自己对死灵长河的掌控 竟然在削弱 你 你是明月女帝的传人 可为何这永结涅海 可以融入死灵长河 干扰本地对死灵长河的掌控 这不可能 冥藏大地疯狂催动本源 试图夺回对死灵长河的掌控 但没用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永结涅海 涌入死灵长河中 她对死灵长河的掌控不断削弱 同时对笑笑的压制 自然也就随之减弱 大量失去压制的阳间气息疯狂涌入秦晨和思思体内 迅猛提升他们的修为 你还不明白吗 秦晨看着冥藏大地 眼眸中有着怜悯 明白什么 永结涅海 其实就是死灵长河的一条支流啊 秦晨叹息道 永结涅海 是死灵长河的一条支流 闻言 在场所有冥界大地都挣住了 这 怎么可能 特别是五月冥帝等四级大地 瞳孔更是一瞬间收缩成了针尖大小 永结涅海的来历 他们再清楚不过了 乃是明月女帝当年得到后 凝炼冥界无数罪孽之力而汇聚而成 怎么会一下子变成死灵长河的支流了 这很意外吗 秦晨轻轻搂着思思 然后看向冥藏大帝 冥藏 如果这些年 你一直潜伏暗中 那么应该知道 思思她其实是明月女帝的后裔传人 那又如何 冥藏大帝争明看着秦晨 思思是身份她 自然有所猜测 甚至先前秦晨在永结涅海所做的一切 包括针对五月明帝他们的计谋 她都有所感知和猜测 只是为了自己的潜伏 她都一直没有揭露而已 因为在她看来 一个明月女帝的传人 根本不足以影响到她的计划 冥藏大帝的话 让众人心中猛的一个戈登 都急忙吃惊 看向思思 此女竟是明月女帝的传人 所有人心中一个机灵 难怪此人能掌控永结涅海 如果是这样 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此时此刻 不少明界大帝 看着思思的目光 变得柔和恭敬起来 作为指掌了明界多年的四级大帝之首的子嗣 众人对思思莫名地有一种恭敬 人的名术的影 不管历史如何书写 明月女帝对明界的贡献 是任何人都无法抹除的 那又如何 秦晨笑了 看来你只知道思思的母亲是明月女帝 而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了 她父亲 冥藏大帝皱眉看了眼思思 突然神色一变 心中猛的一惊 师声道 你的意思是 不错 思思的父亲 正是执掌这明界多年的名神 而思思她 便是这明界的公主 真正意义地上的明界公主 秦晨搂着思思 傲立天地 自信说道 哄 她和思思进阶 绽放神光 那可怕的气息 灰红的话语 惊动天地 惹来整个明界大道的 隆隆共鸣 她 明界公主 所有大帝都脑海轰鸣 一个个瞠目结舌 看着秦晨和她身边的思思 老天 明神的女儿 明神大人和明月女帝竟然 所有的大帝 一瞬间都快猛掉了 明月女帝的女儿 虽然身份高贵 但只能让众人见到 略微有所恭敬而已 可明神女儿这个身份在明界 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至高无上 当年的明界 之所以能屹立宇宙海 正是因为明神大人的存在 她竟然是明神公主 死 无数的倒吸冷气声 回荡天地 宁木瑶 看着思思的目光 也流露出了一丝 莫名的光芒 臣 我是明神的女儿 思思倾起红唇 惊讶说道 秦晨点头 对思思父亲的身份 她一直有所猜测 直到明藏大帝暴露了一些 泄露了一些信息之后 她才能真正地肯定下来 当年明月女帝实力虽强 但想要在宇宙海中 建立一个独立的轮回 让思思的神魂 一直在初始宇宙中轮回 不回归明界 这等事情 岂是一个巅峰大帝 就能做到的 就算是现在的明藏大帝 怕也无法做到 可从不死帝尊的情报中 当年明月女帝却做到了 因为这不是她做到的 而是站在她身后的明神做到的 只有传闻中 至高无上的明神 才能独立轮回之外 在初始宇宙 给思思建立一个小型的轮回 而当年明月女帝 失踪深渊之后 打破明界和深渊之间壁垒 强行闯入深渊 甚至让整个深渊都鸡飞狗跳 这样的事情 除了明神这样的强者 其他个人根本无法做到 当然 这些之前一直都只是 秦晨的猜测 直到她进入死灵长河 接触到死灵长河本源 感知到罪孽之力 和死灵长河之间独特的联系之后 她才真正确定这件事 永结涅海 虽然是明月女帝 凝炼无尽罪孽而形成 可却其实是死灵长河的一条支流 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明月女帝当初在同等境界下 能轻易碾压幽明大帝等强者 毕竟 黄泉河其实也是当年远古死灵长河中 流淌出来的一条支流 只不过这条支流已经独立出来 无法通过其反向掌控死灵长河而已 可即便是掌控了黄泉河的幽明大帝 也完全不是明月女帝的对手 诸位不觉得奇怪吗 秦晨淡淡开口 看着幽明大帝等人 轰隆 如同惊雷乍响 幽明大帝喃喃道 是啊 我可是黄泉河的掌控者 当年同等境界下 我竟然会被明月女帝撵着打 原来明月女帝的永结涅海 竟然诞生自死灵长河 这样就说得通了 这一刻 所有明界大帝脑海中 都瞬间通透起来 不 不可能 冥藏大帝金木道 如果明月女帝的永结涅海 是死灵长河之流 那岂不是说明 她也掌控了部分的死灵长河 那我当初暗中掌控死灵长河的事 对 如果我没猜错 明月女帝前辈 应该早就有所感知了 秦晨点头道 哈哈 荒谬 若是如此 当年她为何不拆穿 我所做的一切 任由我潜伏下去 可笑 胡言乱语 明藏大帝怒吼道 你休想破我的道心 秦晨摇头 我所说的句是事实 至于为何当年明月女帝没有那么做 定有她自己的原因 但可以肯定的是 秦晨冷笑看着明藏大帝 明月女帝 竟然敢留你这个祸害到现在 说明她 根本不担心你 在这死灵长河中 定有针对你的暗手 只不过以你的眼界 没有察觉到而已 可笑 可笑 明藏大帝歇斯底里嘶吼起来 小子 任你说的天花乱坠 也难逃必死的结局 还有她 什么名神公主 明明是一个阳间人而已 才刚开始突破大帝 等本的杀了你们 恋化了你们 看你们还有什么可说 哄 明藏大帝再也顾不得其他 半步神帝本源燃烧 如风暴席卷而来 就凭你 晴晨冷笑 当然不是 明藏大帝 豁然看向五月明帝 争名道 五月 你还在隐藏什么 此子知晓 你勾结深渊之事 你还想藏下去吗 优优独播放